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B&W 這台是05年的525 代號應該叫E60 原廠的避震器算是已經損壞了 所以今天來KT 來升級的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車主的話其實已經有透過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有做試乘 希望的路感是比較偏向舒適的 所以在這一套的配置的設定呢 也都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的懸吊設定呢 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有一個上座 然後後面的話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後面的話我們前面跟後面 這個是後面的上座 就是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原廠其實前面的話是麥花城 所以它還能夠旋轉 所以有副軸層 那這些的上座 都不必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KT的話呢 全部都有附一個新品 都有附上座 那這一台車的前面 這個應該已經漏油了 這個已經損壞了 所以今天來太快 那原廠的車高 前面大概是三指幅多 後面的話大概接近三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要降下來的車高呢 會稍微略低一點點 大概是一指半 一指半左右 因為車主也已經升級了 19吋的前後配的鋁圈跟輪胎 所以降下來之後的整體的氣勢 跟外觀呢 也會好看很多 這台也已經有改了M包 而是Mpower的包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 是一個麥花城的懸吊 所以它前面上座的話 會有三顆螺絲固定孔 那剛剛有提到過了 這個上座的部分 KT就有附了 那上座的話 裡面有一個 算是軸承 軸承KT所使用的品牌 也是用日制的 是用日制口用的軸承 那阻尼旋轉的話 從這個地方來做旋轉 如果有常看直播的車友們 就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旋轉是順時針的話 它的阻尼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做調整 這個是BMW經典的 六缸直列式引擎 然後這個是前面的M包 有大包 那前面的話 我們為了要比較舒適 所以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這一台才只有配是8公斤 才配8公斤而已 裡面左填充的主尼有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有 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消泡性 持久度 都比一般的油品還要來得好很多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靠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都差不多的 那最重要的 這個優關到壽命部分的油風 我們的油風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那這條彈簧是180長8公斤的 8公斤的 因為這台車的行駛的里程數有一點多了 所以師傅在拆裝的時候都會特別在留一下 看這個離載串 這個離載串也算是消耗品 離載串的狀況應該還OK 所以就沒有做太換 這台車沒有特殊的油管固定架 或是ABX感應架在便利上面 因為這個都是設計在腳管上 所以都是維持原廠的固定點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它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後行李箱裡面 跟前一個世代 160的前一個世代叫139 跟139的話不太一樣 139拆裝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160的話 師傅現在正在鎖的是後面的上座 它的上座是在這個試毯 後行李箱裡面的試毯把它掀開之後 是在後方上面的位置 所以這台車不需要再拆後上座了 在這個J捆線捆的後方 可以看得到它的有三顆螺絲的 那邊的話是一個後上座 左後的話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左後的懸吊系統 還有KT的配置 正常來說 如果車友們沒有指定的話 我們的配置呢 會是後面會配置的是6公斤 那這台車呢 需要舒適一點點 所以我們配置的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或是配置的5公斤的彈簧 那車高的調整 後面也是大概會落在一尺半左右 一尺半左右 車高的調整 像這個托盤是鬆的 車高的調整呢 需要把這個托盤懸鬆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呢 如果調長 車高就變高 那調短的話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都不會動到上方的彈簧預載部分 那調整完畢之後呢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鎖緊 尤其是前面的懸吊 這個托盤一定要敲緊 因為前面的話 懸吊系統是賣花承的 它不只負責上下 還要得負責轉向 所以前面的托盤會比較容易鬆脫 所以前面的這個托盤呢 安裝完畢之後 一定要特別把它敲緊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避震器的下方是固定在仰角的後方 這台車目前都還是 除了大包之外跟旅圈嘛 目前其實都還是一個原廠的設定 所以車主的需求呢 對舒適的要求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特別把 阻尼還有彈簧呢 做一些調校 我們來看一下 還在繼續安裝當中的 右前避震器好了 右後的話也已經安裝好了 那右前還在安裝的是 下仰角的一些固定孔 這裡有一些破損 應該是改裝的輪胎的規格 有比原廠的大蠻多的 所以轉向的時候 這台車就容易會磨到 那個算是內規版吧 我們再把鏡頭拉來 那這台車是編的160 以上是今天 160安裝KT 道路版避震器的影片分享 如果呢 車友有需要試乘 可以到KT Racing的FB的粉絲團 詢問我們的小編 每天的晚上七點 也都會在FB的粉絲團 發布新更新的文章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掰掰